流量明星之间的爱情 总是会让不少的吃瓜群众们津津乐道 也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毕竟现在的娱乐圈可是流量至上的年代 要有话题都要有关注度 那么就要有流量 只要有了流量 你就会在娱乐圈有一席之地 商家们 品牌方看重的就是你所带来的商业价值 因此 现在很多的明星们反倒不是去尊严自己的演技 去磨练自己的唱功 而是纷纷地走向了流量小生小花的道路 虽然说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可喜的事情 但是却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这条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比如说 陆寒就是其中一个 当年从韩国组合EXO退出回国的四人 张一新 陆寒还有吴亦凡和黄子涛 都是现在国内的顶级流量担当 陆寒更是凭借着自己的超高热度 稳居流量榜首 一举一动会引发流量大战 甚至随手发了一条微博 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 自己在微博上拍到的一个邮箱都会变成旅游景点 在同期有非常多的流量小生 比方说李一峰和陈伟霆 还有杨阳等 都是宏极一时的流量担当 然而在现在 杨阳和李一峰都沉浸于磨练自己的演技 想要凭借着作品说话 陈伟霆更是一跃成为了 这几个人当中最有演技的代表 张一新凭借着在综艺节目 极限挑战中当中的精彩表现略有转型 认真做起了自己的音乐 吴亦凡更是在说唱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然而就陆寒平还是要走流量这条道路 出演甜蜜暴击 演技没有进步不说 还引起了一阵对于他演技的吐槽 不过这部甜蜜暴击 却也是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度 而这部剧正是他和女朋友关小彤的定情之作 关小彤本身是演员 是凭借自己的演技出名的 但是在甜蜜暴击中 我们没有看到演技 没有看到进步 反而是退步 自从和陆寒交往之后 他也在流量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诸如极光之恋 九州 天空城等等 平分低下 但是曝光率高 不过小情侣之间倒是很甜蜜 陆寒也见过了关小彤的家长 此前关爸爸还晒出了和陆寒的合照 不过不知道网友们还记得吗 陆寒曾经说过自己要在28岁的时候结婚 因为家庭比较传统 希望自己早点完婚 而1990年出生的陆寒 今年已经28岁了 但是女友关小彤 才刚刚进入大学校园 1997年出生的她才21岁 此前关妈妈曾经放话 女儿最早25岁出嫁 而距离关小彤25岁还有4年的时间 那时候陆寒已经32岁了 和她的目标年龄相差甚远 陆寒能等到那时候吗 不过此前 关小彤针对这个问题倒是霸气地回应过 自己不会完全地听妈妈的话 看来小女孩还是很有自己的主张的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也有自己做主的权利了 自己的人生道路 自己可以独立承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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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